揭秘九成成功的故事行销 高手不仅卖产品 更是讲述故事 是否曾因为一个故事而冲动购买 你是否了解 人们并不只关心产品功能的多少 更在乎背后的故事 你是否知晓 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并不仅仅卖产品 而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探索故事 一种能让人上瘾 成为粉丝的故事 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介绍那九十九八种有效的故事营销 如何创造平台影响力 这是一本成功企业家 营销高手甚至政治家都应阅读的书籍 因为未来的各行各业都会涉及媒体 广告 营销 游戏 甚至职场和商业领域 都需要每个人都能讲好一个故事 无论是用三分钟打动面试官 合作伙伴 投资人还是消费者 关键在于你能否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笨拙的人讲道理 而聪明的人会讲故事 你是否看过这样的短片 一个失明的老人坐在一栋大楼下乞讨要饭 身旁是他用纸板写的请求 我是个盲人 请帮帮我吧 几株 路过的人或许因为他的可怜而施舍些钱 然而现实却是 这繁华城市的人们 却未因此停下脚步伸出援手 直至某日 一位美丽的女孩经过 目睹老人钱罐中零散的硬币 她停下脚步 拿起纸板 将我是个盲人 请帮帮我涂抹一空 迅速写下新的一行字后离开 从那一刻起 奇迹发生了 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 取出钱包 零钱不断增加 宛如雪花飘落 每日需更换钱贯 老人难以置信 仿佛深陷奇妙的魔法 几天后 女孩再次路过 老盲人触及熟悉的鞋子声 急忙叫住她 你是那天在我纸板上写了什么 老人问 女孩微笑 达到同样的话 只是不同的语言 事实上 女孩并未施展魔法 她只是将我是个盲人 请帮帮我改为 这是美好的一天 我却看不见 老人陈述事实 女孩却巧妙转变概念 走在路上的人们 因为美好的一天而脸上浮现笑容 瞥见老人的纸板瞬间 陷入老人悲惨的世界 掉进女孩设下的情感陷阱 类似的例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比如减肥产品 你是否记得 第一次购买减肥产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产品功能吸引 还是获得国家认证 又或者因为他人的减肥效果 我们常常不在乎产品的成分或功能 我们关注的是能否成功减肥 一个酒精困扰的肥胖者 偶遇他人成功减肥的故事 可能因为使用产品A成功减肥 而被激发购买产品A的冲动 功能只是附带 用来自我说服的理由 告诉自己 它经过认证 是纯天然的 然而 真正催动购买欲望的 是别人的成功减肥故事 因为那充满鼓舞 尤其当你渴望成为故事中的主人公 在销售和自我介绍时 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 别人关心的是我们的故事 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功能 人们并不在乎产品的功能有多出众 更关心的是产品背后的价值观 它是否能为他们带来实际价值 改善现实生活 或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举个例子 在两位应聘者面试时 假说自己掌握多种技能 经验丰富 可以放心雇佣 而已在面试时 却只讲述了老盲人的故事 并附加依据 自己擅长将产品转化为独特存在 这是美好的一天 我却视而不见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您会聘请何人加入公司呢 相信大多数老板的答案都相同 因为最优秀的销售人员 并非仅仅拼命推销产品 而是会停下来思考如何在产品中增加价值 如何创造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故事 相反 那些只懂得展示销售技巧的人通常无法打动人心 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家产品 而不是他人需求 许多人以为某产品非常优越 比竞争对手多出很多功能 于是投入巨资开发 开始销售 他们认为市场必然会为之买单 因为性价比太高 消费者毫无理由选择其他普通产品 而不是自家功能更多的产品 然而结局却常常是 消费者确实不愿购买自家产品 随后他们困惑不解 反复思索 最终得出结论 认为是自家广告不够出彩 宣传不够到位 不过 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 犯了个错误 我再次强调 不要只是销售产品 要学会讲述故事 我们都听过促销 推销和行销 其中成功的企业都采用行销 这是最高级的销售技巧 那么行销与其他两者有何不同呢 如果将这三种方法比作男女关系 可以这么说 促销就像男人对女人说 我有三座豪宅 嫁给我 这些都会是你的 推销则是男人对女人说 我是全球最优秀的男人 嫁给我 我能让你幸福 而行销则是男人不说自己有多好 只是在女人身边来回走动 女人却因此着迷 从这个角度看 促销或许会取得成功 但代价相当昂贵 利润也不会太高 推销的获利可能会更多 但效果会减半 容易引发反感 人们可能会认为你在自吹自擂 缺乏说服力 而行销则不言自明 人们会自动前来购买 当然 并非没有言辞 只是没有提到产品 在这个例子中 产品实际上指的是男人 他并未吹嘘自己有多好 而是利用吸引力 使女人心甘情愿 而在现实生活中 最具吸引力的是故事 尤其在网络上 因为没有人会自愿点击广告 因此故事成了最佳解药 早在2000多年前 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 我们无法用智力影响他人 但可以通过情感实现 我们永远会记得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在产品发布会上的演讲 每一次 他并非推销3C产品 而是通过故事传递价值观 那么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 我们从他的演讲中 通常会感受到苹果公司的理念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世界 这便是一种价值观 也是粉丝们推崇的原因之一 还记得1997年 苹果业绩下滑 邀请乔布斯回归掌管公司 希望他能拯救苹果 乔布斯回来后制作了一支广告 以不同的方向为主题 广告表达非常明确 他重新焕发了苹果的活力 找来十几位改变世界的名人助阵 其中包括爱因斯坦 鲍勃迪伦 拳王阿里 甘地 马莎 爱迪生和毕加索等 如果您还没看过 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有影响力的广告 广告开头如下 伴随着名人形象逐一展现 背景有声音叙述 这便是乔布斯的声音 他这样说道 他们与众不同 桀骜不逊 他们善于制造麻烦 格格不入 他们不为世俗所容 不随波逐流 他们可以被称赞 反对 质疑 甚至遭到诋毁 然而 唯独不能被忽视 因为他们改变事物 他们发明创造 他们勇于探索 他们推动人类前进 也许他们必须有一些疯狂 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广告最后呈现一个小女孩睁开紧闭的双眼 预示着另一位改变世界的天才 即将诞生 在这支广告中 乔布斯没有介绍关于苹果产品的任何内容 而是谈论了那些曾经改变世界的人 他以自己的声音为背景 以小女孩的形象作为结束 引发人们对苹果 即将成为下一个改变世界之物的联想 乔布斯非常精明 他知道仅仅宣扬苹果产品的优势 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将苹果与他自己视为改变世界的天才联系在一起 情况就不同了 随着广告不断重播 洗脑效应极其强大 因此 每当人们听到苹果这个词 就会想到改变世界 实际上 许多人也因此成为了苹果的铁杆粉丝 乔布斯一直在销售的不仅仅是产品 更是故事 每次产品发布会 他所做的不是推销宣传 而是通过故事 品牌 理念传达价值观 苹果努力成为第一 因为他知道人们通常不会记住第二名是谁 就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马峰 而第二高的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同样 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尼尔阿姆斯特朗 那第二个呢 大家可能都答不上来 虽然第一和第二只相差一个位置 却有着天壤之别 听到这里 或许会有人问 这与我有何关系呢 我们不是大公司 是普通人 如何成为第一 成为第二也不错啊 实际上非常简单 既然成为第一不太可能 那么就创造一个领域 然后再其中成为第一 这样别人就容易记住你 这就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营销理念之一 定位理论最早由阿尔莱斯和杰克特劳特 以1972年提出 被美国营销学会评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营销文献 我认为该理论最大的亮点 是教导人们如何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 找到一个独特的市场空缺 然后创造一个无竞争对手的市场 当然 在执行过程中 必须明确自身目标 了解自身的局限 不要全盘接纳 而是应当追求独特性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